又来了 又来了 语气充满惊恐 华联规模7.2强症 圈台摇很大 吓坏不少人 还有民众住家柜子倒的乱七八糟 东西全掉落地上 感觉好像跟921那么大 躲在椅子下 我怕天老板掉下来 蛮大的 那时候在搭捷运 然后就整台车都在晃 然后就会吓一跳这样 我睡上铺 然后就突然被震醒这样 对 然后就摇很大 丁城嘉义太保才出现 规模4.8地震 一早7.58分 花莲跟着摇 学者说两者没有关系 但是花莲这一回地震 是921过后最大威力 这里有米伦断层 还有雨里断层 池上断层 到底是谁搞的鬼 那这个是 这是地震发生在一边 所以它是跟这个 花东重雨断层系统 是有关系的 陈文山还说 这次强震 等于是将一百多年来的能量 释放出来 雨震不能轻忽 是规模到7.2 那比921地震 7.3稍微小一点 那就是这20几年来 最大一个地震 这两个地震来讲 当然地质结构不太一样 今天这个地震来讲 是位在两个板块 碰撞了一个断层上面 那921地震是在西部 它是碰撞之后 造成了一些断层 但是它相同之时 都是一些逆断层 台湾的后花园 花莲受到这次强震清晰 山区土石崩落 市区大楼青岛 满目苍疑 欢迎新闻周辰回 谢爱纯台北新北 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